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刚刚在讲到 就找这个应召战的女郎 其实这个听起来 好像也是一个 非常古老的一个行业 但是说实在的 我们要听听看 这个师承说法 刚刚我们在讨论的 都是这一位 杨炳珍法官 那么他事实上 大家都听到了 也都了解到说 原来他有这么样 特殊的一些癖好 因为他热爱古董 但是又非常爱粉味 所以他把两者 还把它结合在一起 但说实在话 就是不是只有他 因为其实就传出来说 司法界里面 不是只有这一名法官 热衷辞到 而且还甚至也是 这个上班时间 或者是中午抽空 大啦啦的就跑去 这个宾馆 或者是汽车旅馆 遇前这种数据 没办法统计 因为杨炳珍之前 也很少人知道 他颇号辞到 那现在到底有多少 政绩专案出来之后 到底有多少法官 会现行我也不知道 那各位 杨炳珍号三批 边赏古董边作乐 如果一般不知道的 这个观众以为 这个是谁 是坏人吗 他是我们高等法院的法官 有这种法官 我真的值得骄傲 然后刚刚这个 光琴说 这个被映召女郎 觉得她没有怪癖 我觉得这个人很怪 而且很恶心 你想想看那个情景 那个小朋友请走开 你看看 他把鸡叫到家里之后 然后要看着那个古董 才有反应 看到 哦 翠玉白菜 哦 FU来了 来吧 那种感觉就很糟糕 你知道 非常非常糟糕 那种 我觉得是蛮变态的 然后就是 竟然这报纸里面形容 就说 既然说有人先在旁边 看看张大千的话 然后我们在那边 做那一回事 然后还有现场那种场景 你就不觉得 这是成人片里面 才有的情节 这是我们的高院法官 而且是在上班时间做的 玉琴 高院法官 平时 有很多案子要审 那卷宗有的都这么厚 东豪跟那个 应该跟 辉文比我更了解 那每个案子都这么厚 可能更多 请问一下 你案子 你有没有月卷过 是啊 你怎么去审那个案子 那 那我说 那案子到他手上 不是卡车 有大吗 我怀疑 那就是用电风站吹 吹到这边 你没多人 吹到这边 那不是完了吗 所以这是我们司法 最严重的地方 这是一点 刚会文提到 那个价目标 台湾真的是 这个风化业非常昌盛 各取所需 最顶级的消费 到最继承的 因为我以前 上夜班 然后我会去坐 夜帽子公车 我到那个万华那边去 然后就 会有很多人在那边 拿着包包在那边站 他远远看一个 长发的女孩 然后穿着短裙 然后 晚上12点 你走进一看 阿嬷喂 我叫的是真的 因为他跟我阿嬷年纪差不多 这就是这样子 那个就是 就是大概 就是一千块以下的 而且你要什么需求 他都同意的 就是这样子的 那台湾 还有种趋势 你知道吗 什么叫趋势 有一阵子流行 金丝猫 你知道吗 有一阵子流行金丝猫 现在不流行 现在流行这个大陆妹 那现在大陆因为 怎么讲 他们经济发展很快 我有个朋友 去上海 他就去夜总会 然后遇到的人 就是大学的 大学的在学学生 他要干嘛 他就是出来打工了 因为他们要学费 就是类似这样的 风化也非常昌盛 那我们来讲说 怎么讲 就是说地宝 到底会不会有 这样的情况 因为今天官委会 出来讲说 不可能啊 我们这个 这个不可能召记 刚愈其拿到那些管制 都是管制小偷的 我举个例子 今天如果说 我叫了一只鸡 第一次不认识 第二次 他就熟客了 我说说 他是我表妹 你要怎样 对不对 他第二次 第三次来 你怎么管制 然后我最后谈到 疫情 我最后谈到 哪里没有鸡 我不是说 这个东西很正常 但是 我举两个例子 越南 越南一般的旅馆 管制这种非常严格 可是我有个朋友 去你知道 他是被招待去 军方开的旅馆 所以照样 可以做到这个事情 有人说我去马来西亚 然后 马来西亚回教国 这样子要疫情 我去那看电视 非常无趣 连接吻都剪掉 我说这种地方 总没有鸡了吧 然后有一个当地人 跟我说 有台上的地方 怎么可能会没有鸡呢 所以说 这种行业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说什么地方 或什么人 不会做这种事情 这种东西 避免不掉了 所以 也不用致命清高 就这么回事 我刚刚也听到 这个师臣在讲 这个养法官 呼应一下 因为事实上 养法官他真的很有空 怎么讲呢 你看 他其实召际 遭到高院决议 那么停职到现在 那他过去 其实任职的期间 他并不常常到法院去上班 而且判决书 是请助理去写的 请人家代笔的 所以当然是蛮有空的 辉文 助理是法官助理 法官助理 跟一般助理是不一样 法官助理是要考试的 不是一般的那种助理 那这个监察院要弹劾洋法官 我是替洋法官不平 那监委里面有没有人嫖妓 我讲的 我就说监委里面有没有人嫖妓 当然是问号 27个监委里面有没有人嫖妓 那也弹劾 那一千多个法官 一千多个检察官 只有杨炳正嫖妓吗 我觉得大家把公领域 跟私领域切开 切开 他利用上班时间去嫖妓 那当然被弹劾是活该 可是他在他的读书楼里面做了什么 那是他的事情 刚刚谢委员也提到 这没有违法 我喜欢叫三个 喜欢叫六个不行吗 老子有钱 我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文 大家写说 左虎明清同香炉 玉气还有明艳台 又勇白膝应召女 以致帝王极乐之境 我早上看到新闻想说 这个跟色情小说什么不一样 大家写什么 这个还不是苹果日报写的 是联合报写的 你在干嘛 这个跟新闻 昨天郝龙斌还在痛吗 说侦查不公开 很好啊 为什么杨炳正什么 找几个 找什么小可 什么佳琪什么的 什么都知道 送什么包包 要赎生什么的 移民署在干什么 移民署其实在躲 主持人我讲一下 就是以前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大陆妹 后来因为被很多妇女团体抗议 要叫做中国迈淫女子 我们后来 他们有发公文给我们说 不能写大陆妹 因为大陆妹其实也是一种青菜 所以叫中国大陆迈淫女子 以前他们都坐筒子来 用人舌机船用偷渡的 偷渡有偷渡的优点跟缺点 因为偷渡就不用找人头老公 可是如果你要走 假结婚针迈淫那条路 你要办结婚 移民署会审核 怎么办 一定要找一个人嫁给他 那嫁给他 当然你两边都要办结婚的登记 其实相对也要付成本 最近他们应该也发现说 那个人头老公有时候会眼红 所以我可能一次买断说 二十万三十万 那你娶他 那可能就找一些 没有结婚的单身的人 就当这个人头 可是有些人老公 你一个月贪这么多 我拿到这条钱 这样不够 有时候人头老公会翻脸 然后移民署会 移民署跟管区的派署会 三不五十来问说 你不是娶了一个 这个上海的姑娘吗 你太太呢 有时候会来访茶 遇到访茶的时候就穿帮了 所以偷渡有偷渡的好处 但是这个 假结婚这漫娱也很多 最近他们出现状况 我简单讲就是说 因为中国那边的 当然也跟他们那边发展有关系 上海跟北京的单价 其实都是比我们现在 这边的八千都还贵了 所以你说那些真的 我讲这个就是 圈内人还听得懂 他们有必要来 以前是我们这边的 这比较贵 就我们这边的 嫖客付的钱比较多 现在他们那边发展起来 他们不用漂洋过海 也不用做统治 也不用假结婚 然后就直接说 他们那边卖淫的价格 有的部分 比如说上海 北京那种大的城市 都已经高过我们这里 其实他们真的好的 是不会过来的 好 那等一下回来 我也听听看这个光晴 其实我们也很好奇 就想知道说 一些名人 尤其上流社会的名流们 其实热衷辞到的 应该也是不计其数 只是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或者是他们可能有什么样子的 一些习性或者是癖好 而此外我们也想知道的是 应召战别小看他 刚刚我们在讲的 这个小虎集团 所谓的小儿美 但他的经营呢 确是有他的所谓的一套 不管我们认不认同 但是他有他一套的这个方式 那么但是呢 应召战他们现在也在拼 用企业化的这个方式 去拼经济规模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 放开 去吧 谢谢观看